最近有个朋友问我说 如果我想买一个跟别人都不一样的电动车 我该怎么选 我听到这个问题第一反应是纳闷 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跟别人都不一样的车呢 不过朋友既然问了嘛 我也就要解答一下 所以我今天就选了一个比较主流的车型 和一个跟别人都不太一样的车 看看这两个车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找来的是在紧凑型纯电SUV这个级别 销量一直名列前茅的比亚迪Song Plus EV旗舰版 售价是20万9800 那值得一提的是在2月底的时候 比亚迪上了他最新的一个荣耀版 价格是来到了18万9800 看来他真的是有威尔来直接选了一个 类似王炸的一个车型 我身边的这个呢就不一样了 奇亚EV5 720V5 也就是长续航的最顶配版本 它的补贴完之后的售价呢是22万5800 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主流车型 有哪些抓住消费者痛点的地方 以及身边这辆不一样的车 到底又擅长什么 中国消费者买车最看重的是什么 空间一定是空间 从三维尺寸上看 Song Plus EV它的车长的是达到了4米78 长于EV5的4米61 17厘米的差距对于这个尺寸级别的车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客观的 但是我怀疑呢在真正乘坐起来 这个17厘米差距是不是有那么明显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试验 蔡老师身高175公分 非常标准的中国成年男性 我195公分200多斤 所以是一个非常不标准的反面教材 话不多说我们上车看看 给他们上上强度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前排是我调整好的坐姿 然后我要现在把我手里这杯水呢 咱们已经到底交给后排的丁老师手上 我怎么看起来感觉很危险呢 你看我现在放在膝盖上没有问题 然后慢慢让它斜过来 危险 水的张力水的表面张力 你看我 还好今天裤子没事 不然今天太冷 真的顶得住 好 现在咱们换到1V5上面 同样是我调整好的坐姿 也是同样的这杯水 现在还是一进到底 我交给坐在后排的丁师傅 来 感觉这把能稍微好一点 让你往下 还行 离碑岩还有一扭扭的距离 所以这把险胜 其实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趣味的小鞋 告诉大家看他们两台车 谁坐在后排 它的吸点相对更低 那这样对比下来 其实比较直观的 是能看到1V5它的吸点 是相对更低一点点的 那这也说明了 1V5这台车 在一级NP这个纯电平台的优势下 它的后排的地板 是能做的相对更低一些 由此就可以带来一个更自然的坐姿 而且刚刚我也感受了一下 两个车在前排都做175的乘客情况下 后排其实纵向空间差不太多 可能1V5小生一手 然后头部空间其实差的有些多了 我坐在宋普拉斯后排 座椅的靠背调到最躺之后 其实头发还是有一点点蹭到上面内衬的 但这个车其实垂向空间是做的不错的 后排的靠背调到最大 头部空间还是绰绰有益 这个车其实充限也是比较低的 然后侧面玻璃比较大 就是玻璃不能完全蹭下去 但宋普拉斯上面玻璃可以完全蹭下去 那说到空间 那怎么能不提后备箱呢 对不对 你看见我们双手都戴上了劳动手套 就知道今天这个事情有点复杂了 今天要给大家搞一些抽象的 我们打算一会儿把我们手上插开 有6000只小的尖叫机 塞满这两台车的后备箱 看看他们分别大致都能塞多少只机 讲一下规则 我们就从底板到上面这个遮物链的位置 EV5因为没有遮物链 所以我们也会放到跟后排靠背齐平的位置 在后备箱我们所有的洞啊储物格都不会放过 盖板底下有多少空间 我们也会合理的利用 所以开始 我们现在两纸箱的机已经装完了 还有一些空间没有被填满 然后再装的有点不方便 所以我们决定把后备箱关起来之后 从后排偷在这边开始往里放 直到放满为止 成功斐然啊 我们辛苦了半天汗都出了 装了多少只1714只 对吧 嗯 到底1400还是1700啊 1474听摄影师的好吧 我们都备忘录打下来了 反正到时候给大家截个图吧 好吧 然后现在这样子 我们要把这车上的1400多只机 放到EV5上 来 你见过大坝泄洪吗 没见过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 这太尴尬了呀 没有掉下来 说明你看 我们装的格格阵程完全没有作弊 那现在要把这车上的机弄到EV5上 然后你看它这边有两层隔板 对吧 这个是一层像小桌板样的东西 里面 也能塞 稍微放一点 后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槽 关键是这个车 还有一个前背向 看看吧 能塞多爽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还只是浅塞 但已经把在比亚迪送 PLUS EV上面的1474只机 全部都塞到了奇亚EV5里面 然后塞的时候 我发现这台车 它的后备箱有很多的隐藏的储物空间 比如说它侧面轮拱后面 其实有很多掏空的区域 在这个隐藏空间里面 也塞了很多只机 在它的后备箱的下面的底板这里 我们其实也已经塞了很多 挺深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 就是在这1474只机的基础上 再给它继续加料 看看最后能给大家喷成一锅 多大的尖叫机 那经过一番操作 我们是在送PLUS1474只机的基础上 多放了425只机 其实我们也是浅放 这后备箱没有非常严格的 按照靠背角度的最高的位置来放 其实上面还可以再塞满一些 而且这台车还有前备箱 前备箱的空间 前备箱60伸 我们还没放 开个后备箱给大家看一下这里 刚刚没看成现红的 今天这把应该问题不大了吧 不给面子啊 如你们所见 我们确实没有作弊 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深 而且最为精彩的是 这EV5的后备箱不仅能装 而且扩展能力也是不错的 你可以在两边看到很多的锚点 并且这个锚点挂钩 还是可以随便挪动的 它两侧都有6个 其实一共你有12个点可以移嘛 而且这个后备箱盖板呢 可以单独提起来 形成一个第二层的隔板 据他们宣传说是在春暖花开 大家一起去郊游的时候 作为一个茶台 对吧 放个茶 在那边喝个咖啡 往外看 因为垂向空间还不错嘛 对吧 感觉盘腿坐在里面是一个比较符合 韩国试用场景的一个东西 中国人好像 也是个用途 试用场景出来 对吧 这个给了一种可能性 而且比较厉害的一点是厂家说 这个车 第二排完全放倒之后 它可以纵身2米 你躺进去我看看 给大家证明一下到底有没有凉米 行了 好了 这承不起我 它后备箱子的纵向空间 可能确实要将近有2米了 把这个1米95的人塞进去也很能说明问题 其实刚刚我的脑袋是会磕在扶手箱上面的 他说2米 我估计是要把前排座椅再往后面推 才会有2米 如果就是前排175驾驶员坐姿的话 1米95有点困难 但是1米85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哎呦 再去看看Song Plus上面什么感觉 放平了没有 赶紧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哎呦 你进去试试吧 Song Plus EV也能关决定性因素 就是看丁师傅他前面头和中央扶手 他仰了多少距离 来来来来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感受到Song Plus后面这个垂向高度 确实是输了一威武一些 它后排在折叠之后 它并没有形成一个纯平的平面 座椅嘛 本身是要坐着舒服才行 这个车刚刚你也感受到 其实填充物厚度是ok的 特别是坐垫那里 1米5为什么更平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坐垫往外伸再往下探 所以才能让靠背完全平放 这个没做这个设计 价格低一点也可以接受 对吧 大家其实可以从这个画面 非常直观感受到的 另外几点是比亚迪 他在后备箱的一些储物空间的规划上面 那些小心思 还有一点是比亚迪 他后备箱的整个地台的高度 和那台1米5的那个地台的高度 应该是这画面是一目了然 就能看到这个是相对来说 会更高一些 为了震刀震枪的PON 我们这次请来的二位选手 都是各自的最顶配车型 就是什么都有能给都给的那些版本 所以你看到这辆车上面的配置 其实从前往后看的话 你在主驾驶的位置 不仅有方向盘加热 标准的座椅通风 加热都是有的 而且座椅两段记忆 这张座椅上面本身还有一个额外的腰托 并且他还把零重力的座椅 放在了主驾驶的位置上 你看底下有一个额外的腿托 慢慢升起来 各位是可以看到的 而且副驾驶的座位 还单独延伸出来一个额外的区域 虽然我没想好这是干嘛的 屏幕前的各位可以各自发挥想象力 有一点我需要说 就是零重力的座椅 可能放在副驾驶会接受度更高一点 因为如果你要休息的话 肯定不想让前面有一个方向盘挡住 对吧 说完座椅来看屏幕 EV5上面这两块12.3英寸的双联屏 放在现在呢 那就比较中规中矩 因为你跟比亚迪那个15.6英寸的比起来 确实还是要小一些嘛 不过这套车机其实驱动 它的硬件实际上是来自英伟达的 帕克级车轨机芯片 所以稳定性上面应该会好一些 那语音识别双音区这种呢 都是支持的 识别起来也是比较精准 比如说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好齐啊 导航到红胶机场 第一个 开始导航 那试下来之后呢 感觉整套车机系统的响应速度 我觉得可以再加强一些嘛 对吧 而且整套地图你看起来 界面用起来 好像跟中国消费者的使用习惯 有点不太一致 比如说缩放啊 你搓一个点 直接是加一个图景点 其实不是的 可能是查看地图信息嘛 对吧 正常用起来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可以再加强一加强 当然整套车机系统 如果你在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还跟腾讯啊 百度啊联合开发的 有30多个APP 有微信可以设发 表示比较方便的 至于OTA那些功能呢 就不说了 肯定都有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车机方面 我觉得还可以做的在本地化一些 那如果你要是用不习惯 这套车机系统 实际上还是支持额外的 Apple CarPlay 还有百度CarLife的 直接匹配下 你的手机就可以像 操作手机上去用 反正是给了大家不同的选择 这一点是比比较迪要多一些的 你看你说了这么多 屏幕都不能转起来 我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叫做核心科技 你好小迪 哈喽 我要刷抖音 好的 这个还是 而且哪怕我坐在后排 它还是一样可以精准识别 而且它还可以根据你要使用的软件 自动去调整到底是竖屏还是横屏 这种都是软实力的部分 而且EV5它的导航设置 我觉得不太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你像Zone Plus EV就没有这个问题 它里面自带的是高德地图 那你手机上面怎么用 这个上面就是怎么用 所以你看这些软实力的部分 还是比较迪更懂我们中国下配色 对不对 不得不服 那做完了前面给大家炫耀一下后排 好吧这些配置都是比较低上面没有的 看都要流口水的 来来来你看小桌板 对吧 吃吃零食喝喝可乐 累累乐高什么的 作业就不要在上面写了 不要在车里写都一样 太罪恶了 小冰箱对吧 你看现在这么冷的天气 你放这些水什么的 对吧 拿几瓶出来 反正我一共就三瓶 但是实际上空间是可以放四瓶的 天冷的时候喝喝热茶 天热的时候弄点冰可乐 除此之外的 你像壁柱的出风口 挂钩灯什么都是一应俱全的 而且充电的话放在椅背上面 两个type-c的口 是挺实用的一个空间 现在都2024年了 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厂家都已经开始卷 城市无图NA了 那种东西都其实挺贵的 你知道吗 或许成本是非常高的 像我们这种老百姓开这种一二十万的车 实际上要求的是什么 就是一整套完整好用 真正能够起到减负作用的L2级辅助驾驶 其实这个要求你听上去比较基础 比较容易实现 但其实真正能做到的并不多 那像这套驾驶辅助系统 除了常见的车道局重 车道保持 然后缺速的自尊循床之外 还多了一个大蹲变道的功能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我现在开启了这个 然后它的方向盘会自己 我没管它 编进来了 这套系统四滑程度 哪怕你打蹲变道 变道的是一个慢车的后面 它的减速也不会特别的突兀 雷达一改车到前面有个东西 赶紧一条刹车来控制距离 没有的 你像现在设定导航 然后整套系统 其实还会根据你当前的速度 去自动控制你车距 比如说你默认的就是30米 但是你速度低了一点的话 可能会给你调到20米 然后如果速度快一点 然后会给你调到40米 根据你的驾驶风格去进行调整 我们今天开到的EV5硬件系统 来自Mobileye的Q4 它是这架芯片 然后5毫米波雷达 5摄像头 而且这辆车还有12个超声波雷达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提供 360度的一个预警 不仅有前方的防碰撞预警 还有侧方的防碰撞预警 并且在我们现在停的交叉路口 其实都可以提供一种辅助的预警 就是说你在对象有来车的情况下 你没有注意到 但车注意到了 它也能帮你杀停 而且还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功能是 你这辆车在打灯之后 你可以在一板板上看到一个 盲区的显示 就是你打锁灯左边量是在仪表盘上面 你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仪表盘上出现的画面 不会遮挡你车机本身的画面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受用的功能 同级片当中其实不是很多件 那SOM PLUS EV的这套智能驾驶辅助 就相对来说比较乏商可乘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适应的巡航 它也不支持打灯自动变道 或者什么样的操作 车道居中的水平 它现在能居中了 不会再像以前的比亚迪那样 在两根车道之间像三维弹球一样了 但它做的比较傻 它就是傻傻的在车道的当中 如果我右侧有TAKA车 它也不会稍微往左一点去避让 是不会的 跟车距离也控制的十分保守 如果有一些车辆突然插入的话 它的操作也是会显得比较突兀的 OK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自动辅助泊车的功能 长按住Parking的这个按键 它说正在搜索泊位 慢慢的开 慢慢的开 也检测到泊位了 好 停车会选择泊车类型 你看它说如许在车内使用此功能 请长按泊车 查看按钮要一直长按 可以千万 哦 你松还不行 你必须得摁着这个按钮 这把到的还可以啊 这个居中的位置找的都不错 而且也是贴到了后面的纤维器才停的 不过手一直按键这个设定不是特别的好 我知道是一个需要确认的过程 然后松开之后就不能再继续这个功能 应该是一个安全上的考虑 但我觉得根据国情我觉得可以再修改一下 对吧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EV5其实也还是有直线召唤功能的 你在侠借车位停车 这就不用害怕 你甚至用钥匙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 甚至都不用把手机给掏出来 这点还是非常方便的 先按下自动驳车辅助 让它去找车位 咱们就停这个了 你找到车位请停车 OK 选择这个啊 没问题 开始拨入 松开刹车 方向盘 我们消费者买电车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当然是充电和续航了 那这两台车他们都用了来自福迪的磷酸铁底电池 那EV5它的电池包是88千瓦时 而比亚迪Song Plus EV它的电池包只少了一度 但两台车在续航上面标的可是差了100公里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搞清楚 到底是比亚迪实实在在呢 那还是EV5它说大话的 不仅是电池都来自福迪啊 这两个车都是前置单电机 都是160千瓦 甚至轮胎宽度都是完全一样的235毫米 我们一会选条路线 尽量保持路线一致 甚至要车道一致 对吧 我们要按照一个节奏跑 看看今天在一个风和日历的下午 两个车的续航水平到底是什么 EV5是1GMP平台打造的 这是一个电车专用的平台 所以它可以根据你想要的车型 随时去定制你的这个电池包的尺寸啊 然后电机的形式啊 在平台化架构之后呢 其实在空间布局上 我们在节目前我们也看到了 实际上是空间利用率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用了这个三合一的电机总值同步 然后也是扁线绕组的 扁线绕组实际上它那个能更好的传热嘛 这样在大功率释放的时候 你电机的温度上升的就没有那么快了 你能更好的控制温度 然后你的效率更高 那这样的话 你在同样的或者接近的电池容量附近的话 其实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续航嘛 这两天我在开这个车的时候 实际上能感受到它悬架的调校是比较有质感的 因为它不是一味的求转的那种 因为你在过一些颠簸啊 小的坑洼的时候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它是减震器出段的压缩阻尼 没有那么的敏感 就是还是有些支撑的 就是说这辆车可以在你过一些细碎的颠簸 路面的坑洼 以及你在进行一些刹车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轻易的出现点头的现象 就是不会让你前仰后合想开船 再加上这辆车比较好的隔音嘛 然后震动的隔绝也还不错 而且这辆车也没有就要大一点的SUV 会有那些空腔共振啊 或者压耳感什么的 前排它用了那个双层的夹胶玻璃 但是后排没用嘛 所以后排靠后面 就是C座那个部分 噪音会稍微大一些 但是整体来讲 整个车给人的质感还是不错的 对刚才聊空调的部分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 就是这辆车跟宋普拉斯EV 它其实在低温电耗的控制上 其实有小妙招 就是它全系都标配了热泵空调 所以昨天应该试一下 昨天没开制暖 今天又用不着了 所以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试试吧 那至于这台宋普拉斯EV 它开起来就非常的比亚迪 此话怎讲 首先它很好上手 那比亚迪的优点它都有 比亚迪的缺点它也都有 较软的悬架调校和比较软的座椅填充 会让你对它的低印象觉得不错 这是一辆挺舒服的车 但其实它一旦到那种 比较多颠簸的路面 除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颠簸路况的时候 它悬架展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可能就会比较的细碎了 会有很多多余小的震动 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行驶的外环 因为有很多大车经过 所以其实路面上经常会有 坑坑洼洼洼的现象 但是这台比亚迪送普拉斯EV 你就可以看到它始终会有 然后这种小的细碎的震动 传到你的屁股上面 这种感受其实不会太好 但不得不说的是 NVH做的还是相当棒的 还有就是比亚迪它的平均电号 做的真的是非常好 这两天我开下来 它的平均电号 你就算猛着开 可能也就在14到16左右 而一般正常咱们行驶的状态 基本上11 12 13 这就是它的正常数据了 所以真心是非常深 关于EV5的驾驶性 还有一个比较打动我的 就是单踏板模式 就是你把动能回收开到第四级 调到第四级之后 有一个叫iPad的模式 它这个单踏板 其实调得非常的细腻 而且可以让你选择是 刹停还是如行 然后iPad默认的是刹停 然后你在刹停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这辆车的减速度是非常的线性的 而且配合上它比较紧实的初段压缩阻力 你不会觉得它的减速度当中有一个刻意的往前一冲再往回那种点头现象 真的是很舒缓的 能让你稳稳停下来 而且前后都没有任何的晃动 这一点真的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的企业真的不多了 你像特斯拉其实是这样 但是它的代价是什么 就是它的减转器其实很硬的对吧 你开过特斯拉都知道这个车它全价支撑很足 缺点就是不够舒服 但是EV5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那在经过我们简单的测试之后呢 经过58分钟的行驶 其他EV5和Zone Plus EV分别都是行驶了35.9公里 EV5的能耗是15.8度每100公里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辆车实际上是表显电耗掉了30公里 但实际上行驶了36公里 你们可以算一下这个达成率是不是已经超过100%了 然后在Zone Plus EV上面 它的电耗是13.2度每百公里 表显成绩是比EV5要很好的 然后根据这样的电耗能算下来 它这一箱电满电的话 其实是可以行驶在程式当中 500多公里的一个情况是行行踪踪的 因为其实电量的关系 我们只对比两个车在60%到80%的充电速度 如果后面有机会的话呢 会给大家比一比从低电量往上充的情况 好 各位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两台车充电的测试 是从60%充到80% 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EV5它的充电的功率 还能保持在差不多111到112千瓦 过了65%之后就会在85到88千瓦左右 然后超过70%之后就会控制在65到66千瓦了 其实它还是基本上顶着400伏的电压去充的 然后在充电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有一些细节 这台EV5还是能抓住我的 首先它会在屏幕上告诉你 你充到80%需要多少时间 那这就能让我有一个更合理的时间管理 对不对 然后其次第二就是在充电的时候 我主架因为是有那个一键躺脑的模式 并且我还有主架的座底按摩 充电一共用了16分钟左右 那很舒服的就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所以其实是非常惬意的 不知道比亚迪的充电想到怎么样 还可以其实我其实起始电量比这EV5要低很多 我18%开始充 反正最终从60到80这个百分比 其实也是我是1.01开始充的 然后1.17关分箱也是16分钟 相当于这部分大了评测 最后有一个要提的小功能就是这台EV5 有里外对外放电功能 比亚迪出去露营的话也能外放电享受一下 但就只能车外放电 车内是没有这功能的 这确实让我有点羡慕EV5了 那与篇幅有限呢 其实这两个车有些部分外观 那是设计我们都还没有对比 不过这方面还是见仁见智的 其实在试驾完这两个车之后 能感受到EV5这个长期航板 作为一个2024年上市的新车 那确实会新一点 因为平台的优势全年的优势 它会有更完整的产品体验 就比如在空间利用率上面 还有一些比较基础性的 像加持辅助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完善的 但是其实作为一个合子品牌 它也有一些不太足的地方 就是因为车机部分 其实本土化我觉得还可以再向比亚迪看起来 是可以再优化一下 那相比之下比亚迪送plus EV 它可能就是吃了平台年龄的亏 当然老师傅也有卖的好的道理 比如说它看起来非常炫酷 可用起来也非常便利的车机系统 以及它相对来说更低的售价 都是消费者更容易感受到的 没错 所以在价格方面 EV5确实是不占优势 不过我觉得如果随着后期 它销量能起来 平台的均摊的成本能够往下降降的话 可能消费者就会在电端的价格上面有所感受 所以你会用一个更高的价格去选择一个 看起来更新更眷顾 并且还有一些精致感的车型 还是用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成本 选择一些对自己更使用的配置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